在成都外资企业工作四年的台湾人Andy告诉我们 世大运期间当地官方为了不让塞车问题 影响各国选手工作人员移动 在管制范围定出暂时限制规定 车牌最后一个数字是单数还双数 得和当天星期几一致才行 缺点线号嘛 影响性会有的但是不大 简单来说 在世大运交通管制范围内 每天当地居民开车上路的数量会比比赛前减少一半 另外大陆官方还画出一条世大运专属车道 涉及赛事用车在特定时段保证畅行无阻 在成都世大运比赛船馆周边都可以看到许多像这样的猫熊造型电动巴士 为了这次的比赛 官方是准备了超过2300辆电动巴士还有轿车 提供选手还有工作人员交通服务 为了做好东道主 全都官方先把国际选手工作人员放在第一位 当地生活民众要忍忍的不止交通而已 我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定型液 定型喷雾 然后过了四天的时候 我都还没有收到 卖家就说因为大运会期间 这类型的这种亦然亦爆物品 然后这种喷雾类的东西 他们就没有办法发货 自己订的包裹不一定收得到 但是却能拿到意外惊喜 世大运盲盒礼包 每户都能拿到一个 除了一个包包 还有运动相关器材 以及简单的英文教学 很喜欢 装饰了一下 看要小心 因为疫情两度宣布延期的 成都世大运终于开赛 当地民众享受赛事 带来活力的同时 也得全力配合 种种暂时限制 TVBS程序医 李敏珍 成都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